一些比較好的想法 然後你在這社群上 大家就可以製造自己的 然後再來我要講的是產品 因為你已經把這個技術已經放出去而已 這個到底產品會有什麼樣的限制嗎 就是它違的限制就是說 你不可以使用想通的顏色 然後而且你要維持開放 就是假如說像這個 就是這個是Arduino 就是它算是非常有的製造者 我們都叫Maker的地勤 可是它是一個電路板 然後它是做開放軟路機制 就是它開放硬 就是它這塊你完全就可以在網路上查到 它是它的電路圖什麼東西 它都可以在這裡做修改 然後但是修改以後你說 OK 想不想通的 所以就是說它因為它很有密碼 所以你在網路上你可以查 我想要買Arduino可以開放的 然後就可以查很多 然後就看到很多不同名稱 因為它說不可以使用想通名稱 但是它是會說 我與ArduinoXXX相容這樣子 它只要說你有跟它相容 我就知道它可能是照它做的 或者是它對它做一些改版 然後所以它是做開放的造型 就是你之後做出的產品是開放型 然後它這個特色就是它非常的快速 因為大家都可以在它做開放 然後它是非常努力創新 然後因為這塊板子 它是義大利做的 然後就是如果是仿帽怎麼辦 因為我的技術都在外面 然後他說其實仿帽也是非常有好處的 就是假如說我中國啊 我就做就我想說我們製造力這麼強 然後就做一塊又有片子這樣子 它好處就是其實你已經有了顏色 因為這塊板子會被人家綁到 就表示帶輕很容易 然後我的計畫就是 假如說你是不同的國家 你可以做出一個更好的產品 或者是更便宜的產品 當然是可以有助這個產品的推銷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進展法更好 就是它如果中國做了一個 這更便宜的東西 那我是不是也要想說 我如何讓它變得更好 或者是更便宜的 但是這個東西它在講現況還不是講說3D1 現況 現況 OK 對 OK 好 然後3D1會對這個現況造成什麼 哪邊後面有講 我後面我沒有觸摸在那邊 因為3D1列印我認為 對目前的技術來說它還在發展到一個 可以用但是它還沒有非常好的階段 所以我並沒有觸摸在那邊 OK 對 所以我就 我沒有辦法講得不好啊 我只是想要知道這個邏輯跑到哪裡 好 對 然後再來我要講的是群眾募資 就是講到 因為你講說我想要身材的產品 就是你朋友也想要有錢嘛 那就是如果我沒有錢怎麼辦 就是講到群眾募資 你就想要 欸這件的我就是 1D1 對 那它好像是什麼 三個小職業木的幾百萬獎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厲害 然後但是我覺得這非常常 因為就是至少讓所有的 至少很多人就可以看到 欸我們其實是有這種固執的平台 這固執的平台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假如說你有一個產品 或者是你有一個idea 然後你就把它都到這個上面 因為你沒有錢嘛 你想要製造出來 然後就跟他說我想要在多久之後 然後我要募到多少錢 如果我有募到我就把這個產品做出來 如果沒有募到我就算了這樣 我就把錢它給大眾 那如果是大眾來看 我看到這個 你覺得它是一個商機 那我就買 它可以是預售的房子 就是你可以是 我就是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買到你的這個產品 因為我早期後製 我要等你造出來後才拿到產品 所以它通常都會比較便宜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建議自己的社群和民生 就是你的這個產品 雖然是開發階段但是很大 就會有所注意的樣子 然後我覺得最後一個最重要就是市場調查 因為是一個新的東西 通常我們就會說 這個新的東西 我並不知道這個市場 大眾的接受就是怎麼樣 然後所以說它在做目指的時候 就已經做好的市場調查 就如果我成功了就表示 我如果有一定的客群是喜歡這個產品 那如果我失法 我就暫時不開放了 就OK 就下一次下一次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比較容易就是 jeet start 或者是meet 後面這兩個 有興趣可以自己產生 好 然後最後我要講它的就是未來這樣子 就是makers 他說現在makers就是可以 所以一般人都可以做製造的行業 就是像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現在可能降低了門檻 就是剛開始流想資金 然後你可以不要用很多資金 以前都說我要製造一工具 我要很多資金 現在可以用群眾物質的房子來籌回自己 然後技術 技術也可以用開放式的生態 就是一樣是用群眾的力量 來做你的技術 然後最後一個設備 設備就是所謂的 但是我並沒有走動在 因為我就想說 因為我覺得我認為現在的 還沒有那麼的發達這樣子 所以我會多講一個叫做阿里巴巴的 阿里巴巴就是那個 上次有講就是馬鈴啦 淘寶網羅 然後其實阿里巴巴它是一個很大的集團 它裡面還有其中一個B2B的綿合 就是假如說我想要生產一批貨 但是我沒有設備 所以我覺得一樣我就會丟到那上面說 我想要生產這些東西 然後就會有廠商來找你說 我可以幫你生產 所以你也可以不用自己擁有生產 就用到網路就可以了 好 然後所以以前都在講說 軟體創業 其實之後你可以想說 那硬體創業 如果門檻都降低之後 其實你也可以想說 那我可以來硬體創業一下 那這個就是想像 你要下跤就要同馬鈴臉網 常在四顆星 其實我就覺得 以這種來講就是用群眾的力量 其實是比就是以前傳統的還要好很多 那最後會造成什麼影響就是你的 它會變得在地化 就是你可以完全用網路來做你的很多事情 然後再追求你的性多樣化 因為門檻這樣低以後 所以我覺得你都可以提供自己的想法 然後有想法以後 你做出來的東西 大概就會很難 然後大概 我現在大概就介紹到 然後最後我就想說 其實想要製造東西 你可以不用看這個文字 你是推薦這個文字 但是我說你就想要製造 你就直接去做 在台灣你不可以查那個政壇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塊 阿金融老百姓 它非常 它是因為它是開源的 所以它就有非常多的資源可以使用 然後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大家在做什麼事情 做任何的新的意思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就是 我講新的集散地 就是它現在這個我講的這些都在 在就是Hanker Space 或者那一個 或者那一個 很棒 這種他們都是提供了你的工具 然後它會有一定的人在裡面做聚會 然後它可能會有一個對外的開放時間 你就說你在開放時間過去你就會有 它裡面應該也會有那種3D printer可以玩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認識一些同好啊 然後做一些很好玩的東西這樣 然後最後這個是我從 我去看看可以按嗎 就是最近我才查到 就是剛好看到這個 是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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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所以可以上網 對 就是後來就有一點介紹 那個製造的空間 臺灣的九大製造品空間 就是如果說有興趣的 就是直接可以去這個製造的空間玩 然後就可以想說 喔 待會大家打一個看什麼 好 大概就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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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